经过槟城一桥的时候 可能不知道是在 很多民众可能也会 也会confuse吧 是在做什么 2024年底 马来西亚即将迎来一项 引人注目的工程成就 首个全长8.5公里的 海上异形钢结构架空树电塔 即将傲然总立在 冰卫大桥平行的海域 届时 这座树电线路 不仅将275千伏的电源 直接输送至冰岛 还将在夜幕降临时 绽放灯光 成为冰城海峡 夜晚最美的一景 这项宏大工程 是中国港湾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 与本地伙伴Multi Discovery 以及KACC成功在2021年中标 截至2月底为止 整体施工已完成63% 使经冰威大桥时 从北海驶向冰岛方向 左侧可见一座座成台 正在紧张施工中 负责这项工程的 联营体项目经理 严明俊预计 将在今年底完成竣工 为这项引人瞩目的工程 画上完美的据点 我们整个这个项目的话 业主是TNB 然后这个项目的话 它的主要的目的来说的话 就是说将这个电力 从New Pride里面的Power Plan 把这个电力传输到冰岛来 满足冰岛的这个电力需求 它整个的这个输电的能量 会达到2000兆瓦 对槟城的这个经济的发展来说的话 是意义非常的大 当然除了这个工业 还有这个旅游业 各方面的经济都会有一个帮助 您看我们整个这个铁塔的这个设计的话 它是属于是冰廊形状 冰层是冰廊 为了营造这一独特景观 严明俊提到整个项目的设计 采用异形钢结构 以呈现冰廊电塔的独特形状 与一般方正结构规格有所不同 这可以被视为马来西亚电力领域的创新设计 这两边上来之后呢 我在最后一段要进行合拢的时候 这也是比较很大的一个挑战 因为我们整个这个塔最高的大概是有100米高 所以说整个来说的话也是蛮高的了 因为我们这个来说的话 因为是跨海 考虑到安全各方面的一些考量的话 我们这次可能计划引用这个无人机架限的工艺 第一来说的话主要是降低这个安全的一些风险 第二个来说的话提高这个功效 所以说也是希望把这个新的技术能够带进来 后面大家可以和我们的合作伙伴 和本地公司一起来共享这些技术 这些工艺 也涉及了这个工艺 严明俊补充道 公司推行属地化管理 积极培养本地人才 整个项目团队约有100名工程师 其中约30%为中国工程师 而70%则为当地工程师 此外 所有设备和材料只要在马来西亚市场可获得 都将在该地采购和租赁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个项目在2023年获得马来西亚MESHA颁发的五项安全管理金奖 那么中国港湾是一家怎样的企业呢 早在1993年 中国港湾已在我国注册成立 在长达30年的岁月里 中国港湾深度参与了我国基础设施建设 已经参与建设完成的项目共有69个项目 合同款额高达40亿美元 业务范围涵盖西马和东马 类别则涵盖了海市 道路桥梁 市政工程 轨道工程 便利工程等领域 那么我们在马来西亚也完成了 马来西亚那个关丹深水港 这也是马来西亚非常重要的一个港口 还有呢就是萨拉越 萨玛拉柱 在明杜鲁这个工业园区 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出用洋 出用港口 对于道路桥梁这块来说的话 我们在马来西亚完成的是 槟城第二块海大桥 还有那个金龙坡的 苏凯-express highway 那么在轨道交通这块的话 我们在马来西亚的时候 是完成了这个 基隆坡安邦轻轨 这个延长线 还有基隆坡地铁2号线 MRT2 这一些相关的一些package 我们一共参与了4个package 这一些施工也都已经顺利的完工被交付 那么目前我们再见的是 还有这个东海岸铁路 而在2024年 马中建交迎来50周年 这标志着双方携手迈入新的里程碑 把中两国的关系保持稳定 并持续向前发展 已经就共建马中命运共同体达成共识 全面深化了多领域的合作 因为2024年的话是 中马建交50周年 之后呢 我们中国港湾也是会持续地坚持 这个共商共建 共享的这个原则 那个坚定不移地做好 这个一带一路项目的一个建设 然后呢 我们也希望和马来西亚的本土公司 在京城合作 然后大家做好经验的交流 技术的一些合作 诚信经营 为马来西亚的基础设施建设 做出我们跟他的一些贡献